大型的跨国平台像是Google、Meta 长期无常使用媒体新闻的内容 就占据国内七到八成的数位广告 有立委表示 这会让新闻媒体业出现生存危机 应该要建立合理分任机制 立法也要重塑 数位时代下大型跨国平台 如Google、Meta 长期在搜寻引擎社群媒体上 无常使用媒体产制的新闻内容 立委认为数位平台占据国内七至八成的数位广告 几乎形成垄断 是国内新闻媒体业出现生存危机 恐会削弱监督政府的第四权 除了我们要积极的展开立法倡议行动之外 我们的政府、国会以及新闻业本身 应该要努力的来促使跨国的数位平台 尽快以实际的行动 对新闻业发展做出善意与具体的贡献 学者认为新闻价值是新闻 对于民主与社会的贡献 因此需要高度的国家政策介入 而目前欧美各国新闻有价的共识已形成 澳洲更以制定强制议价专法 立委则表示 政府应促使新闻业者及数位平台上谈判桌 让双边对话回归市场机制 政府的手是不能直接深入谈判桌的 这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是两边的商业机制 政府可以有这个法令 要求双边上谈判桌 可是他不能告诉两边说 这个分润应该怎么进行 学者也呼吁 书发部与国内媒体其攜手 投入法案的立法工作 和议价谈判双轨同步推动 才能为双方议价提供坚实的法律后盾 早日获得具体成果 有关新闻议价的推动状况 数位部表示 新闻议价第二轮对话 预计将在三月中展开 记者华曼谢政令 吴家报 台北报道